花蓮吉安警分局扩大执行领检勤务 切获勤之表示有一名26岁良性男子 他非法持有刀、卸枪、枝和毒品 而且就居住在吉安乡盛安村的某个旅店里头 警方十日晚间陈网机查当场就查获了 武士刀、蓝坡刀、七弹枪还有镇爆枪等 以及重达36.95公克的毒品咖啡包 尽管男子他说不晓得毒品来源 不过全案还是依法引送侦办 吉安分局执行扩大领检勤务 借户勤之指出一名良性男子 非法持有刀、卸枪、枪、毒品 居住在吉安乡盛安村某旅馆 警方在11号晚间前往机查 当场查获武士刀、蓝坡刀、七弹枪、镇爆枪等 还有重达36.95克的毒品咖啡包 男子声称不明毒品的来源 全案将依法移送侦办 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于2月11日晚间 接获可靠群之 前往吉安乡一处旅店实施领检 当场查获良性男房客 非法持有 武士刀两把 蓝坡刀一把 CO2七弹枪及镇爆枪各一支 大麻一包 大麻烟一支 毒咖啡11包 总重36.95公克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 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以警侦办 吉安警分局表示北昌派出所 11号晚间执行扩大领检勤务 远警接获可靠的勤之 来到旅馆实施领检 警方完成讯问后 将它以送法办 并追查枪支刀蟹以及毒品的来源 记者林杰吉安箱采访报道